大家好 我是游云看 欢迎来到 Legendary Online Tutorial的 173G 这一集将跟大家分享 我是如何开始 以最低成本 来开始我的 Cinematography 本集由 Canon 赞助播出 还记得 在我 2010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要 从Camcorder 要转型去 DSLR来拍的时候 我就想买一家 DSLR的镜头 但是那个时候的镜头很贵 就是5D Mark II 但是我就付不起这一笔钱 但是我又很想 拍出DSLR那种 有景深的那种效果 结果我就开始 研究 到底有什么器材 比较便宜 但是又可以做到 类似的那个效果 我发现到 Canon 那时候出了另外一台镜头 叫 550D 550D是一个 Clock factor的一个镜头 所以那个时候 如果我用 Full Frame的镜头 转上去的话 所有的那些镜头的那个 焦距呢 角度呢 都会比较 担一点点 所以过后我就去 盘視了不同 很多不同的镜头过后 我就找到两个镜头 很适合 让我拍到 我想要的那个效果 第一个镜头呢 就是35mm 1.4 因为35mm乘上1.6过后 它将成为 类似50mm的那个焦距 而且它有关圈1.4 可以拿到很美的那个景深 所以我就决定用35mm 1.4来作为 我主要拍Portrait的 第一个镜头 有了Portrait的镜头呢 我就要第二个 广角的镜头 所以我可以在 使用我的Gimbal的时候 有一个广角的那个效果 而那个时候我就使用了 TOKINA的1116 所以这两个镜头呢就让我开始了我的Cinematography的事业 然后也就在那个时候 打响了 好啦那一套器材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使用的 但是现在 2019年 是Mirrorless的时代 所以我们应该用什么camera跟什么镜头 来开始 制作呢 我个人认为呢 Canon 2的这个M50的Mirrorless Camera呢 真的是很适合 入门机的人使用 因为它的价格呢 很大众化 所有人 都能付得起 而且可以给到我们很好的效果 但是这一台机呢 也是Crop Factor的 也就是说我们所使用的镜头呢 也不能使用Full Frame的镜头 但是如果又要拿到便宜的镜头 又要拿到Full Frame的效果的话 我当然就是建议Canon的 32mm 1.4 而第二个镜头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广角的镜头呢 给我们在使用Gimbal的时候 或者是Sedicam的时候 有一个广角的那个效果 所以我个人建议呢就是 Canon的 EFM Lens 11-22 虽然它的光圈 不是很大 但是因为我们在拍着广角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是不希望 那个景深太过浅 以上的这个组合呢 基本上不超过 5500块钱 就可以让你 开死了你的事业 所以只要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加上一个Gimbal 你基本上 就可以走停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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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